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韩启贤 在新的一年里先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而今天节目很高兴访问到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者所所所长谭景瑜 谭所长 我们回顾2020年与展望2021年的 区域经济整合和重要的经贸协议 所长新年好 市长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长好 那我们先来回顾这个去年2020年 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是完成了签署 而这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 以及东协十国的巨型自由贸易协议FTA 您觉得这个RCEP 我们有哪些特别需要观察的重点呢 这个RCEP呢 从它开始倡议 到去年的这个11月15号 正式的这个签署完成 那这个整个签署完成之后呢 事实上就是它包括了这个东协的十个国家 还有就是五个成员 所以其实它涵盖了全球22亿的人口 那GDP事实上也有这个26.2兆美元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呢 它是目前的话是全球这个整个经济规模最大的一个区域的贸易协议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把这个四个东协加一呢 做一个整合的这个动作呢 事实上也深化了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整合 所以对于东亚的这个区域呢 它又更加紧密的结在一起 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一些专家的一些报告来看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RCEP呢 它如果签署完成呢 事实上对于就是之前的美洲贸易战 还有科技战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疫情所造成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 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对我们的经济会有一些帮助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看到RCEP里头 它签署之后呢 在中国跟日本之间 还有日本跟韩国之间呢 它也因为RCEP呢 而有的一个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协定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整合来看的话 其实RCEP当然它除了 就是对于这个深化整个的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之外 它事实上对于我们东亚的各个成员 以及全球都有一些影响 非常谢谢所长的说明 所长就是这个RCEP完成签署之后 其实回到各个会员呢 他们还有自己国内的一些程序要完成 不晓得就您的了解和观察 这个RCEP何时可能可以生效上路呢 我们依据那个RCEP的 在它里面的这个文本的规定 就是生效之后 它要就是15个成员里头 要有9个来批准 那9个成员里头呢 就是其中它是6加3 也就是说6个这个东协的成员 就是批准之后 然后呢另外几个东协的伙伴 就是另外的中日韩 然后还有澳纽 至少要三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这样看的话 就是大家一般的预估的话 可能会是在2021年的这个下半年 最快的话可能是这个时候 大家会生效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其实大概在下半年 或者是在2022年的年初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会有一个具体的 这个生效上路的一个情况 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所长另外这个RCEP 如果未来能够顺利上路的话 您觉得对在亚洲区内 和它涵盖这些范围之内 这个产业供应链 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变化 可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因为2020年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年 就是有这个疫情的爆发 所以其实在全球的产业供应链 这部分呢 就有一些断链的一些危机 那大家也会深思 就是说全球的供应链 这个裂解的部分 它会有一些断链分裂 还有一些双元的一些 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那在区域之间的一个 产业供应链的形成呢 它就大家会渐渐有一些考量 所以其实在RCEP 在这个时候上路 事实上对于亚洲的 这整个区域内的一个 产业供应链一个形成 它事实上就有一个 很正向的一个帮助 那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的区域贸易协定里面 它都有一些 这个原产地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它会鼓励区域内的一些 这个经贸的一些行为 它就会深化 这个整个区域内的一些 这个贸易的活动 还有投资的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可能在RCEP的这几个成员里面 他们原来呢 就是四个的东协加一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深化 那现在呢 又更加的紧密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疫情的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RCEP这15个成员 他们未来呢 其实在它的产业供应链的 这个一个合作上面的话 会是一个更紧密合作的一个情形 所长您刚谈到说 这个锻炼跟这个双圆的趋势 所以说以后这个产业供应链的话 会比较属于像是短链跟区域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发展吗 是 就是说它会依据这个 就是产业的不同 然后它会比较倾向说 它是它可能会在区域里面 它会形成一个比较短链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时候呢 它也会依照不同的区域 而有一些就各自呢 它会有个分链情况 就是说可能在东亚这个区域 它形成了一个区域供应链 它可能在另外的一些区域 比如说像美洲或者是在欧美 它们可能会另外呢 它会有自己的一个供应链 好 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解析 节目进行到这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段节目中呢 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区域经济整合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的相关发展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为您访问到台经院研究酒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 所长我们接下来要请您来观察解析 就是包括日本加拿大还有澳洲等11个会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日本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而日本首相菁英伟之前曾表示 日本的目标是要扩大CPTPP的规模 而我们看到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后 中国抛出考虑加入CPTPP 而日前和欧洲联盟EU达成脱欧贸易协定的英国 也有意要加入CPTPP 所长不晓得您对于中国和英国未来是否会加入CPTPP 您觉得我们哪些需要观察的面向呢 它这个面向事实上也就有体现 第一个就是这个CPTPP它其实相对 它是一个高品质高标准的一个协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日本也是一直都希望可以扩大这个参与 那扩大这个参与的方式 当然它除了就是在这个太平洋地区 也就是亚太地区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周遭的国家 它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加入之外 那英国呢 它因为也有这个脱欧的情况 所以其实它也会很希望可以透过一个跨域的一个 参与一个跨域的区域经济整合呢 来提升它自己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CPTPP的一个扩大的发展的话 如果有这个中国大陆跟英国来参与的话 当然它会是对于CPTPP的一个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那至于说就是这个因为CPTPP它的文本已经都很确立了 然后它相关的一些规定事实上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其实考虑加入的时候 它事实上就是等于要接受这个高标准高品质的一个区域贸易协定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那它就是必须要follow它整个的一个这些标准 那这些内容呢 事实上它又是比这个RSAFE更进阶 那如果说可以进来的话 当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不管是贸易自由化或者便捷化等等 还有投资的一个自由化呢 都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改观 所以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如果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跟英国呢 他们加入之后 当然会对于这个亚洲的一些相关的区域内的一些产业的供应链 它一定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长另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部分 面对这个RSAFE完成签署 不晓得你怎么样观察美国下任总统拜登 在美国对外洽签FTA方面的可能做法 另外大家也很关心 就是之前这个川普总统呢 是退出了TPP 所以这个TPP剩下的其他的会员国成立了CPTPP 不晓得你想观察美国下一任的总统拜登 他可能会在对外洽签FTA方面的一些态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跟之前 他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从多边的一个贸易协定 他转成一个以美国优先的用双边洽谈的一个方式 来获取美国优先的一个贸易政策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拜登 他在竞选的时候 事实上呢 大家就是在观察他的时候呢 还有就是最近的一些舆论 事实上呢 大家都是可以观察到 之后的这个作为 可能会从一个就是多边的经贸的组织 来对于中国大陆呢 朝向一个对于国际的一个 这个相关规定就是往这个国际的标准来前进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 所以他有一种说法叫做必须由美国来塑造一个国际规则 那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美国他其实当初就是在欧巴马时期 欧巴马总统的这个时期 有提出这个TPP的一个倡议 那也是在他的这个任内呢 把这个TPP谈完 然后只是说 后来川普总统他上任退出 那那时候的这个拜登事实上也参与了很多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 美国其实他要重回这个TPP 重回这个进入到这个CPTPP里面 然后把这个TPP完整 再把它还原的话 其实是非常是相对容易的 然后那对于多边的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TPP之外 他也有可能在WTO的一些贸易制度的这个部分 他可能也会是也会进行的一个修补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拜登他会努力的就是恢复这个 美国和盟国之间一些相关关系 那这些关系的话 他可能会透过就是比如说像一些 就是在关税啊等等的一些这个 一些贸易协定这个部分来重新的一些考量 是非常谢谢所长的说明 那另外我们还展望这个新的一年 2021年 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包括RCEP 还有这个CPTPP之外 所长您观察还有哪些发展中的这个FTA 经贸协议我们需要特别来关注的呢 我想就是在2020年 其实有两件事情 我觉得是还蛮大 还蛮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 英国他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过去在这个欧盟框架所享有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部分 那他这个脱欧这个部分已经就是做完成了 所以其实他脱欧之后是不是跟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成员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要做一个重新谈判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会看到就是英国他已经跟新加坡啊 越南啊土耳其他是完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脱欧后的就是英国呢 他必须要去做这些相关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 而这个也跟欧盟这个部分也是在12月底来完成嘛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去观察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话就是在1月20号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那我们刚刚也有谈到就是美国他之前都是喜欢洽签的是双边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另外一块的话美国他现在如果说他要重回多边 或者是说他要持续这个相关的一些双边的贸易政策这个部分 可能都会在1月20号之后 在三四月间他的一个美国贸易政策的议程出来之后呢 而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然后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 非常谢谢所长的观察说明 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段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请所长来解析 美中贸易冲突的可能发展 还有相关影响 节目稍微回来 有人形容2020年是台湾的Podcast元年 使用手机可随时随地收听的形式滋养了听觉 丰富了视野 而你也加入了Podcast的行列了吗 阳广新闻部制播的众多精彩节目陆续在各大Podcast平台上架 包括早安台湾 两岸IMG就要听晚报 这样看中国张正林时间 蔡明芳时间 还有这样看香港舍之且能藏乎 想跟你聊聊天 以及港式大排档节目 统统随点随听 欢迎透过桑档声浪平台 搜寻央广节目名称 就可以收听到精彩的央广新闻节目 快拿起手机 让我们在Podcast平台相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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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缓坏 来自台湾之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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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访问到 台经医院研究究所所所长 谭锦鱼谭所长 所长 接着要请您来观察 解析美中贸易冲突的相关议题 我们看到预计在1月20号 就职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拜登 对于美中贸易战 还有对中国的科技管制 您观察 他会延续川普总统的一些框架跟方向吗 我们在这个就是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拜登总统 还有或者是民主党的一些阵营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统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他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态度 他有一些转变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政界里面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他在智慧财产权的盗窃 还有这个强制的技术转让 国家补贴还有货币操纵等等这些 他事实上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他也是有批评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对于就是这个不公平的经贸行为 这个议题上面 事实上美国呢 他的这个态度是渐渐一致的 所以对于就是说拜登总统他当选之后 他对于就是川普总统他所希望 可以就是说把这个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这个部分透过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协定 来把它消拟的这个情况 我想就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目前即使是就是拜登总统他现在 就是说就是还没上任 然后川普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天 事实上我们也都看到他一直在发布一些 相关的一些行政命令 他还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在这个已经走了四年的一个 这个美洲贸易战对中的一个 科技管制的一个想法上面 觉得未来就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不会有太大改变 可是可是他的这个 不会太大改变这件事情 可是他的作为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会比较圆融一点 就是他可能他在手段上面 或者是他的策略上面 可能他会认为说之前的川普总统 他用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部分 他用透过关税的这个手段 想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的这个方式 他可能觉得这个策略是不对的 他可能是用一些另外一些方式呢 来到他想要的希望这个中国大陆 可以走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是 说你谈到这个部分的话 你刚刚稍早说拜登未来也可能会联合一些盟邦 那在这些方式上的话 那会跟盟邦做一些结合 还是用可能用什么以来的方式呢 我想应该还是用结合的方式比较有可能 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们当然也是还是希望就是可以跟邻近的 还有甚至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 进行更密切的一些这个经贸的活动 然后来就是消你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科技 在对他的一些影响 就美国来说的话 他其实呢可以就是用多边的一个经贸的一个策略 然后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行为 这个部分透过双边的方式来做一些这个矫正 可能还是他比较有可能会做的一个策略 那跟这个盟国可以来大家一起联合 在多边的一个场域上面来做这样的事情 还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其实就拜登总统来说 可以预估他他上任之后 觉得他对于他的盟国重修旧好这件事情 可能是他在这个就是在贸易政策上面 我觉得他会去做的一个比较首要 比较优先的一个事项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 那所长谈到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和肺炎疫情 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重组和位移 不晓得您怎么样观察 就是说这个拜登未来上任之后呢 对于这个制造业重回美国 还有全球供应重组的态度跟可能做法呢 我觉得他还是 他对他的竞选网站 事实上就是拜登总统他就有写了 就是说他还就是说 他会为了美国制造业奋斗 来动员这个大家的材质 好勇气等等 然后来增强这个美国的工业 还有技术实力来确保工人 来创造这个全美国的未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会 他还是会往这个方向来走 然后他也不认为 这个美国制造业活力是已成为过去的 可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他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一定会用 会用川普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 他用的同样的方式 这个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来做 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对因为其实美国他事实上 在他的科技的层面上面的话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所以他用的这个策略 可能就会跟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一样 对那对于这个全球供应链 重组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他会通盘去考量 就是就是美国在这个整个 全球供应链的一个 他的这个地位跟一个位置 然后再灵活去修正他们 他这个就是对美国是好的一个作为 那所长最后呢 我们回到台湾 就是说面对这个美中贸易冲突 还有全球供应链重组 以及全球经营形势的一些可能变化 您觉得我们台湾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特别注意哪些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贸易冲突 还有这个科技战这个部分 虽然就是拜登总统上任 可是他的这个长期的方向 可能还是不太会变 然后只是说他的方式会稍微调整 那在疫情的这个发生之后 其实全球供应链这个重组这个情况 也确定在发生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 就是他有一些区域的一些 还有一些短链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在重组的这些过程当中呢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趋势 所以其实我们分散我们投资的布局 还有就是巩固我们的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的一个角色 跟地位事实上是蛮重要 所以在投资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台湾现在呢 也是有很多的台商 就是他会去多南亚投资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说就分散风险 还有就是说你面向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样可以在东南亚投资的贸易的等等这些呢 可以相对顺畅 然后连结就是台湾跟东南亚之间的一些优势互补 这部分可能我们政府可以多做一些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我们对于美国的这个技术等等的 这些优先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还是就是说 应该要为了要巩固我们的一个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关键角色 我想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要相对的呢 来积极做一些这个一个策划 就是说怎么样去接轨这些 不管是人才资金技术的这个部分 然后让台湾的的就是投资的经贸环境呢 是一个很好一个环境来吸引一些国际人才来进驻 那最后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这个亚太区域啊 不管是CPTPP或者它可能会 如果美国重回之后可能变成TPP 或者是呢 在东亚的区域经济整合的RCEP 都是在我们临近 那不管是东亚区域经济整合或亚太区域经济整合都在兴起崛起的时候 其实台湾还是要积极的可以融入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面对就是它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挑战 非常谢谢所长的观察解析与建议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感谢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云谭所长 为我们回顾与展望区域经济整合 还有一些重要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以及观察探讨美中贸易战与供应链重组等等议题 非常谢谢所长为我们的解析说明 谢谢所长 谢谢 谢谢